转心 白话大圆满前行法 圆起 开启心灵宝藏 大圆满前行法制内容 可为一部完整的心灵蓝图 能帮助人们深入内心世界 开启心灵无限潜能与宝藏 远离痛苦烦恼得到究竟安乐 祈愿一切有缘众生 面对人生各种考验时 内心对于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 能够有所依据 相信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希望拥有身心灵的健康 与快乐 可是处于瞬息万变的时代 面对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 人们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 随时保持冷静与专注 才能解决生活上的种种问题 与痛苦烦恼 得到身心之安定与和谐 为帮助人们以宏观的角度 剖析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透过白花大圆满前行法 将今生难懂的佛法一理 以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与方式 予以生活化 其内容阐述如何深入内心世界 开启心灵无限的潜能与宝藏 重新建构心灵蓝图 以规划生命真正的出路 本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以及浅显易懂的文字 依照次第讲述前行法之观念 以及具体实践之方法 希望将解脱生死轮回之法 融入现实生活之中 帮助一切有缘众生 皆能在这一世获得圆满自在 现今虽有许多人也想修学藏密 但由于对密圣不了解 而不知道如何接触密宗 其实密圣乃为佛陀之正法 诸佛是因了知本性圆满而证悟 众生则是受到各种欲望所迷惑 而迷失了本性 才会导致所追求 于所得到的总是背道而驰 因此唯有透过大圆满前行法的转型思维 才能够回归本性的清静圆满 有些人误以为不需要亲自修学命圣 只要参加各种灌顶法会或共修活动 就可以得到上师以及诸佛菩萨更大更快的加持力 或者误以为只要多持咒或研读经典 就能够消除烦恼增长智慧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若不依照佛法的毅力而亲自实践 就无法增长福德以及开启智慧 此外若为了符合自己的习性和需求 而依照自己的观念和经验解释佛经 则不但误解佛法的毅力 也将会错了佛陀的本意 因为佛法的智慧是无法用大脑思考的 必须经由实际体验而来 所以称佛法智慧唯不可思不可抑制境界 一般人的观念里 凡是总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为考量 很少有人以他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而大圆满前行法的转心思维 就是告诉人们如何转化心念 从利己之心转为利他之心 因为唯有透过利他才能够完成自利 我们经常看到社会上各个角落里 有许多人都在行善助人 虽然他们并非佛教徒 但由于心存善念 可以说是真正有修行之人 可是如果身为佛教徒 而内心之中却没有丝毫的善念 就不能够称之为修行之人 可见得自我价值 应该是来自于对自我的肯定 以及对自我行为的负责 就像有许多人一辈子行善 却默默无闻 像这样的人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 并不在于别人认不认同 因为别人是否认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自己应该先认同自我存在的价值 要是别人认为我们各方面不如人 其实也不必在意 只要能够认清自我的条件与能力 继续不断充实自我 以如此的态度 坦然面对自己的人生 就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因此不需自卑 唯有不放弃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就不会迷失在错误的自我当中 此外 在日常生活中 对于自己的身体行为和语言行为 也要能够负责任 当面对外界刺激时 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心内 如此就可以避免因为意识冲动所造成的后果 尤其与人沟通之时 无论是用词浅字 声音语调以及说话态度 都代表着个人的涵养以及亲和力 可见得 自我价值是来自于内在修为的品质 所以唯有透过不断的进化与提升 才能够展现出宽容的新量 而渐渐散发出非凡的气度 由此可知 内心善念之动机 即是修学一切法门的基础 也是未来成就的条件 而前行法就是为了开启内在浅藏之宝藏 因此过去许多修行成就的上师们 于一生之中 就只是不断的修学前行法 便已经得到圆满的成就了 因为对于真正想要修行之人而言 前行法就像是盖房子之前 必须先打地基一般 唯有将地基打得越深 房子才能够盖得越稳固 佛经里有一则故事 从前有位富翁建到一栋盖的富力堂皇的三层楼房 他尤其喜欢第三层楼 于是便请来一位建筑师 下令他只要盖第三层楼就好 其余的一二层他都不想要 因此至今他的梦想都尚未实现了 由此可知 凡事若是缺乏扎根的过程 就永远都达不到所要的目标 相同的道理 若想要获得身心安乐 首先应该除去会造成身心不安的原因 否则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平安与快乐 因为人们即便努力追求 外在环境的安全与保障 但内心之中却充满着烦恼与不安 随时随地都担心自己或家人 不知于何时将会发生什么事 或许今天还很健康 明天就被医生宣告得了重病 或许今天还与所爱的人在一起 明天却突然天人有格 也或许今天还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 明天就得面临失业的危机 有时候即使物质生活不予匮乏 但内在心灵却十分空虚 惶恐与不安 可见得拥有财富 并不等于拥有幸福 健康与快乐 尤其在全球资讯充斥的时代里 人们几乎随时随地都会被来自四面八方的讯息 而影响了个人的思维与判断 使得人生观与价值观也跟着混淆不清 因此若想要彻底扫除内心种种障碍 根除痛苦烦恼 就必须调整心性 才能够使心灵越来越沉淀 也越来越安定 而唯有透过深度的内省过程 才能够看清思想观念的源头 只惜所有的痛苦与烦恼的癥结所在 就是来自于对我值太过强烈之故 若能够将对自我之注意力 转向帮助他人的思维 就能够渐渐淡化消除 由自己内心所产生的烦恼与痛苦 因为凡事都只存乎一念之间 端看自己如何转化心念 如何于生活之中将自立转为利他之心 将愚痴转为智慧 将称恨转为慈悲 将贪婪转为喜舍不失 将迷惑转为觉悟 将分别转为平等 将污染转为清净 将烦恨转为菩提 若能够随时随地 掌握自己的心念 就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 而能度脱一切苦恶了